一場出人意料的外交核爆炸 穩定 互惠 開拓 向上 應對新格局 我認為我們可以做一點更多 或是一點更多 既往既來一甲子 中法建交既市 2023年牧春之時 中國迎來了一位重要的客人 他就是法國總統馬克龍 此次中國之行 是馬克龍總統2017年首次當選以來 第三次到訪中國 對於馬克龍的中國之行 以及雙方發佈的聯合聲明 並非所有人都樂見其成 《紐約時報》在一篇文章中就點名 馬克龍讓他的盟友感到不安 當然 馬克龍並不是第一位 讓盟友們感到不安的法國總統 在中法雙邊關係發展的歷程之中 尤其是建交的過程 也曾經讓法國的盟友 乃至世界倍感震驚 其實在中法正式建交之前 從新中國成立以後 其實中法關係也經營過一些曲折 我們知道當時法國在東南亞 也就是現在的所謂中南半島 它還有一部分的殖民主義的殘留 當時它還支持這個南越政府 儘管東南亞的殖民利益 是法國關注的重點 但是很顯然 愛麗社工對於中法關係的走向 也一直在研判之中 1950年1月 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也讓法國方面 萌生了向前一步的念頭 他們是希望在英國承認之後 迅速承認 對於他們來說 既不要顯得太突出 我們不要帶頭 但是又不要顯得太落後 就在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12天之後 北京與胡志明領導的 越南民主共和國正式建交 很快 中國圓越抗法的大幕拉開了 不過造成中法之間 漸行漸遠的原因 是多重而複雜的 四十年前後 我們一成立之後 其實很快面臨了一個 美國不承認 就是美國作為資本主義 最大的國家 它不承認這個問題 所以其他國家就面臨了 它怎麼又要選對這個陣營 法國也是這樣 當然了這個裡面有很多的誘因 那一種原因就是講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面臨了有印度之大的問題 但最為核心的 其實他們是希望什麼呢 他們是希望得到這個美國 這個西方這個陣營的 這個一個首肯 二戰之後 法國無論是在政治 軍事 還是經濟上 對於美國的依存度都非常高 為美國馬首是瞻 也是法國無奈的選擇 然而隨著1954年的到來 一切都悄然發生了變化 這一年 日內瓦協議在瑞士簽訂 這不僅讓法國終於擺脫了 印度之納戰爭的泥潭 也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 在世界舞臺成功亮相 日內瓦會議期間 中英兩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 實現了半建交 而周恩來總理 也與當時的法國總理 孟代斯佛朗斯 實現了中法總理的第一次會面 中法關係正面臨著 自1949年冰點以來的微妙回暖期 也就是在此時 一位政治人物的出現 讓可能變為現實 他就是法國政壇的不倒翁 愛德加富爾 律師出身的富爾 曾在1952年1955年 兩度出任法國總理 在他第二次上台前夕 1955年4月 國際博覽會在法國里昂舉辦 富爾批示之下 組委會第一次向新中國發出邀請 中國館展出十天 87萬人蜂擁而至 他195000年 曾經訪問過中國 毛主席澤總理都見過他 而且他回去以後 寫的本書叫《壽山與鬼山》 就希望這個中法之間 叫《壽山與鬼山之間》 架起一個溝通的橋樑 來阻擁中法建交 富爾第一次中國之行 長達六周 在訪問期間 富爾參觀了許多地區 更為重要的是 富爾和他的妻子 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就是在這次接見之中 毛澤東告訴富爾 一個中國預言 獄棒相爭 漁翁得利 這也非常準確地道出了 中美法三國之間的厲害關係 龜與蛇 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書之後 富爾寄給了正在鄉間隱居的戴高樂 此時的戴高樂已經退出法國政壇 針對富爾書中關於中法建交等 一系列拉近與中國關係的主張 戴高樂極為贊同 戴高樂呢 這個人你們知道 是獨立性很強的 他一直對這個兩極格局是不滿意的 他是想方思法要打破這個兩極格局 戴高樂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政治人物 他早就意識到二戰之後 法國在西方國家當中 這個地位和作用是受到了 一定的外部力量的制軸的 這個外部力量 主要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那一種力量 此時的法國正經歷著近乎悲劇的命運 印度之納殖民戰爭的失敗 阿爾基利亞的危機 走馬登寺的第四共和國政府 還有揣著美元在歐洲神器活現的 美國人都深深地刺痛著戴高樂 1958年5月 三名法國士兵被 阿爾基利亞民族解放陣線 處決的新聞 引發了法國退伍軍人的大規模遊行 6月1日 國民議會通過授權戴高樂阻隔 折服12年之後 戴高樂終於重回權力巔峰 重回愛麗舍公的戴高樂 立即著手重建偉大法國的計劃 他有一句名言 法國如果不偉大 就不成為其法國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法國要在世界上 要爭取它的大國地位 戴高樂主義它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點 那麼一個就是偉大 一個就是獨立 所謂偉大就是 恢復法國以前的大國的榮耀了 所謂獨立主要是針對美國人 因為他認為這個 由於這個北約的存在 由於馬歇爾計劃 由於這個以往這個法國 第四國文化政府 他對美國所採取的這個 這個法國不是處於一個 這個獨立國家的這個身份來 走向國際事務 上任三個月 戴高樂便向美英 提出一份備忘錄 要求建立 由美英法三國主導的 全球性戰略計劃小組 遭到冷遇後 他進而將目光投向東方 1960年 赫魯曉夫到訪巴黎 這正是戴高樂所計劃的 對東方緩和諒解 與合作政策的一次重大舉措 也就是在這一年 戴高樂開始認真思考中國問題 越南完成統一以後 其實法國勢力 已經基本上退出了 這個東南亞地區 所以後來我覺得 到60年代中法建交 實際上對法國來說 也是通過這樣一個機會吧 他可以重新返回亞洲 當然他都返回亞洲 已經不再可能是 以所謂殖民主義的方式 隨著1962年的到來 與中國改善關係 已經變得更加現實 因為影響中法關係的 一個重要因素消除了 這一年的7月 曾經的法國殖民地 阿爾基利亞獲得獨立 雖然戴高樂就是 58年6月再次執政吧 他其實我們講 他對美的這一點 就是說獨立性是增強了 但實際上他到承認中國這個問題 從一開始並沒有提上日程 大概提上日程 也是到1962年中起了 非常重要的一個環境 就是阿爾基利亞問題解決了 阿爾基利亞以前 它們作為中法關係的一種障礙 因為我們很早就承認阿爾基利亞了 它作為這樣一個障礙也解決了 與此同時 戴高樂總統已經對於美國忍無可忍 1963年1月 法德合作條約在愛麗舍宮簽訂 這個條約在戴高樂眼裡 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因為它可以成為同美國抗衡的重要武器 標誌著法德軸心的形成 然而在美國壓力之下 條約不得不加了一段序言 指出該條約是在北約的框架之下 序言不僅違背了戴高樂的初衷 也招致德國人的不滿 怒火中燒的戴高樂總統 甚至對美駐法大使加文說 美國人應該從歐洲滾蛋 戴高樂從他的這個角度來講 他也要講這個叫衝破兩極格局 才是符合他法國的這個利益 因為法國這個利益所在 他也不希望兩極格局要約束他 那麼從歐洲這個角度來講 他就提這個叫從大西洋到烏拉爾 這裡邊我們看到他完全不是以國界 來劃分他的這個戰略構想 那到整個這個世界範疇裡邊 他也講就是說把同中國這個建交 實現是作為他的這個執政的 非常重要的一環 1963年7月25日 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簽訂 部分禁止核實驗條約 中法兩國不約而同地拒絕簽字 中法兩國的外交傳統中啊 都有一個比較鮮明的特色 那就是反罷 我們知道當年的這個 中法兩國之所以共同反對 部分禁止核實驗條約 是因為中法呢 在當時啊這個核武器 被少數大國壟斷的情況下 他們需要發展自身的核武器 來維護自身的這個國家安全 和其他的利益 所以在這方面的訴求 中法是一致的 所以儘管雙方從不同的陣營 立場出發 但是在反罷 在反對核壟斷這個問題上呢 是有著共同利益和訴求的 這也很大程度上成為 雙方後來能夠建交的一個基礎 達沃斯是阿爾卑斯山系 海拔最高的小鎮 這個如今匯聚全球經濟風雲的舞台 在六十餘年前 還只是一處安靜的度假聖地 1963年8月27日 正在達沃斯悠閒地享受著 度假時光的富兒突然被告知 戴高樂即將召見他 就在幾天之前 富兒剛剛前往中國駐瑞士大使館 拜訪了中國大使李清泉 富兒先生一二十號 就到我中國大使館來和我見面 他首先去講他的來意 他過去訪問過中國 他想再一次到中國去訪問 當這個消息傳到北京的時候 當時擔任外交部 西歐斯法國科負責人的張希昌 頓敢喜出望外 基礎密室就送給認識館 發來一個基地 我看了以後就脫口兒車 我說得就富兒送到門來了 實際上 北京一直密切關注著巴黎的動向 同時也注意到在一些 與中國相關的國際事務上 法國釋放的緩和信號 比如1958年炮轟金門之時 法國沒有附和美國攻擊中國 只是含糊地表示不要訴諸武力 1959年聯合國大會 討論西藏問題提案時 法國投了棄權票 在中印邊境武裝衝突的問題上 法國也未公開攻擊中國 其實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當年冷戰那一段歷史 就是把這個世界主要國家 劃分為兩大陣營 但其實我們知道 在一些歐洲國家 法國這樣的國家 他們本身的這個意識形態 還是相對比較多元的 法國也有共產黨 也參加它的選舉 所以法國不是一個 西方典型意義上的反共國家 但儘管如此 他還是信奉資本主義 除此之外 法國與台灣的關係 也顯得若即若離 雙方關係僅維持在代辦題 而此時的北京 也已在世界格局中 悄然畫出了一片特殊的 第二中間地帶 那個時候估計算是有 有這個社會主義陣營 和資本主義陣營 兩大隊內的陣營 中間有一個中間地帶 中間地帶 是指亞非拉這些 這些民主主義國家 第二中間地帶 是指資本主義國家 法國就是在內了 毛主席講 人爭取第二中間地帶 有這個理論 所以這個法國是很重要的一個 我們要爭取和團結的一個對象 那麼第二中間地帶呢 就是這個西歐啊 日本啊 加拿大啊 就把它和這個美國隔離出來 我們以前就認為 美帝這是一個團夥 那我們都是要打擊的這個對象 那到了這個第二中間地帶之後 其實就把西歐等這些國家 它提到了一個新的這個高度 叫戰略同盟軍 就是我們在一些問題上是可以合作的 對吧 我們有矛盾 但是我們在一些戰略問題上也是可以合作的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 中國這個戰略上的這種變化 那這種變化 就給中國對歐洲國家的這個 或者對日本的 對加拿大等這些國家的這個國家 它提供一個戰略的基礎 那麼其次呢 中國就判斷就是 如果我們要在第二中間地帶 我們想取的一個突破 到底什麼才是一個更好的突破口 然後這時候就選了法國 就是覺得法國是這個 最適合這個作為一個突破口 因為法國當然影響很大 這個是毫無問題的 第二個呢 就是法國當時跟美國人鬧保證了 就是法美關係不好 面對富爾提出的 再次訪問中國的請求 周恩來親自批復 由外交學會會長張希若出面 邀請富爾於10月下旬訪華 也以此體現訪問的私人性質 他表示感謝 比你想說呢 他的夫人也要隨行陪他一起去 他還要帶一個法國文教部 還有一個助手跟著他一起起來 這句話很重要 也引起我這有一點 你個人趣味 為什麼還要帶一個法國文教部 還帶一個助手來 李清泉隱隱感覺到 富爾此次中國行 很可能不是私人訪問那麼簡單 三天後 戴高樂在愛麗舍宮召見了富爾 他對富爾說 你到中國去 不過你將作為我的代表前往中國 9月12日 富爾夫婦再次拜訪李清泉 表示此行是以戴高樂私人代表的身份 前往中國 他還將攜帶一封戴高樂親筆姓 面交中國領導人 與此同時 富爾又對此行的真正目的 三間其口 並要求中方對此要嚴格保密 對外只能宣稱是私人訪問 我們判斷說他有可能 反華的這個目的是這個 摸摸底 這個可能一時還走不到這個 這個雙雙建交的這種程度 我們就做了兩套方案 一套方案就是說 你是作為普通代表 我怎麼接待你 另外一套方案就是說 你要是作為總統的特使 我是怎麼接待你 當時做了 就AV兩套方案都有 深圳的羅湖口岸 是當時絕大多數外國人 進入中國的必經之路 1963年10月21日 在羅湖橋的一端 張希昌正焦急地等待著 富爾的出現 他必須在見到富爾的第一時間 確定對方訪華的身份 因為這將直接決定 中方的接待規格 羅湖橋那個時候是下了虎車 有許多人跑過來 所以我從這個 過來的人權中間 一個高高的頭頂的這個老子 就跟我招手 途經香港時 富爾對媒體表示 此行純屬私人性質 而跨過了羅湖橋 富爾便改了說法 他表示這次訪問是正式的 官方性質的 我跟吳曉察同志 當時也決定 按照預定的高規格來接待 在中方的接待預案中 第一規格是從深圳到廣州 乘坐普通的二等車廂 這與富爾六年前訪華的待遇相同 而這一次 富爾夫婦卻是坐在 臨時增設的專列車廂當中 10月22日下午 一架中國銘航伊爾克機 從廣州飛敵北京 全國人大副院長郭沫若 親自到機場迎接 當晚 富爾夫婦入住了 當時只用來接待國家元首的 釣魚台國賓館15號樓 第二天 也就是1963年10月23日 富爾來到中南海西花廳 他和周恩來總理的會面 一開始就顯得意味深長 他故意說 問總理 你是不是在巴黎住過 出去過 總理說 是啊 那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 富爾馬上就可說 現在是再去巴黎的時候了 這就是清廟談寫的 就點出了他的放華的使命 這就是當年富爾 送給周恩來的見面禮 一枚刻有富爾頭像的浮雕像張 而實際上 富爾帶給中國人最珍貴的禮物 是一封僅有兩頁紙的書信 最好的見面禮就是這封清筆信 因為這個是證明它的身份 和使命的最重要的一個文件 整整45年間 國內媒體對於這封 戴高樂清筆信的內容鮮有披露 直至45年之後的2008年 在中國外交部解密的第三批檔案中 才披露了這個陳峰的秘密 這封信 形上是寫給富爾的 就戴高樂寫給富爾的 但是這個內容呢 它是要給中國領導人看的 在給富爾的這封親筆信中 戴高樂寫道 我再次重申 我對你在下次旅行期間 將和中國領導人進行接觸的重視 由於我們最近的會談 我能夠向你清楚地指出 我為什麼非常重視有關 我們和這個偉大人民間 各方面關係的問題 請相信 我完全相信 你將談到和聽到的一切 這個話可不是外交上的套話 出於這個一個國家總統之口 是有授權的意思 會談一開始 周恩來總理首先發言 他開門見山 談到了中法在諸多 國際事務上的共同性 富爾也表示 法國一開始就沒有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不但不正常 還產生了很多問題 儘管雙方都表達了善意 以及建立外交關係的願望 但是在台灣問題上 會談雙方所堅持的主張相去甚遠 戴國老給他的指示 是希望在台灣能保留一名代表 當然這個代表什麼層次再說 就是希望還留點存在 因為當時 確實法國的台灣 還是有這個 我們叫臨時代辦 就是大概在這樣的一個層次 對於富爾的提議 周恩來總理斷然拒絕 他說這不可能 英國承認中國政府 為唯一的合法代表 在英國沒有蔣介石的代表 但是英國在台灣有領事 在聯合國支持蔣介石 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狀況 如果法國也採取同樣的辦法 對雙方都不愉快 對於台灣問題 戴高樂早有指示 他要富爾設法弄清兩點 為實現中法關係的正常化 中方對將來取代台灣 進入聯合國和安理會的立場 以及中方對法國 和台灣的關係 提出什麼條件 並強調嚴格來說 我們無求於人 鑑於雙方已經對彼此 有了較清楚的認識 周恩來提議 第一輪會談就此結束 10月25日 還是在中南海西花廳 第二輪談判 在下午4點30分開始 富爾首先向周恩來 提出了三種建交方案 無條件承認 有條件承認 和延期承認 其中無條件承認 完全迴避台灣問題 延期承認則意味著 此次談判 並未取得實質進展 而在有條件承認中 富爾指出 不要要求法國首先主動 與台灣斷交 他認為我們要選 和台灣單界維交關係 是一個閒決條件 我不是搞兩個中國 我只是承認一個中國 總理是這樣 這不是閒決條件 是一個原則問題 在會談中 富爾提出 戴高樂只承認一個中國 但對於保留台灣 需要進一步了解 相關的情況 和有關方面的態度 對於保留台灣 這一敏感字眼 周恩來強調說 如果是指台灣地位未定 那麼這將是中法建交的 一個大障礙 而如果指台灣是屬於 中國的一個省 只是目前需要時間 和複雜的手續來處理 則雙方還可以想辦法研究解決 實際上 法國人對保留台灣的堅持 有著深層的原因 儘管富爾一見面 就向周恩來表示 法國奉行獨立政策 而戴高樂 堅持不主動同台灣斷交 卻是為了表明 他並未損傷西方的立場 第一輪會談形成的僵局 到此時還是難以突破 當天的會談 一直持續到晚上九點 為了緩和氣氛 周恩來在西花廳宴請富爾夫婦 富爾這個人喜歡說說笑笑的 話很多的 吃飯的時候就沉默掛念了 到時候他這個夫人啊 總是想辦法找一些輕鬆的話題 玩一玩了以後 總理還是說這個富爾夫人啊 比這個富爾沉得入氣 晚宴的第二天 富爾夫婦受邀前往山西 內蒙古等地參觀遊覽 富爾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心裡明白 中國人很樂意把我們支開三天 以便對我所提的建議 進行思考和討論 富爾沒有猜錯 就在他離開的日子裡 北京正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對策 1963年10月31日 在中國北方參觀了一圈的富爾 回到北京 當天下午5點 第三輪談判 改在釣魚台國賓館15號樓進行 這一次富爾看到了一些 令他意外的變化 你要打破將軍 都要找一個中立總是一輩子 一個是我們要原子 我們不能讓的 但是你 但是堅持原子不行 你還要靈活性 中方提出了一份有步驟的建交方案 對法台關係做出了變通 不要求法國政府主動宣布 同台灣斷交 而以法方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方覆照願意建交 並聲明法國政府這一行動 意味著法國只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不再承認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 和它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對於中方做出了讓步變通的新方案 富爾表現出活躍的情緒 它所謂這個國際法的就是 和一個國家建立的真實國家關係 和同時這個國家另外一個政府 那些單切國家關係 這是國際法上自然有這個規定的 它說它不要先做 因為它是自然的消滅 富爾強調說 他將向戴高樂報告 中國的附加解釋不是條件 而是國際法的實施 實際上作為國際法專家的富爾 如此說也是退讓了一步 但對於方案中要求法國與台灣 完全斷絕外交關係後 才答應互派大使 富爾表現出為難 特別是說 也可能要中斷進程 造衛人員這些事 那戴高樂這個祖境太尷尬了 儘管還存在分歧 但周恩來很清楚 這份有步驟的建交方案 已經讓雙方靠近了一大步 至於派遣大使 只要戴高樂堅持不承認 蔣介石代表的外交身份 不承認其代表中國 中方的大使一到巴黎 就會導致台灣最終自動斷交 但是在此之前 中方需要得到戴高樂 對於一個中國更明確的保證 當晚富爾接到通知 下一輪談判改在上海舉行 11月1日 富爾在張西昌的陪同下 從北京飛抵上海 當晚一份直接建交方案 送到了富爾手中 這份新方案 不要求法國 首先跟台灣斷交 而採用內部默契的方式 來處理法台關係 這個方案是合情合理 完全可以接受 所以他這個情緒又很好了 覺得很有希望了 此前 毛澤東成專烈來到上海 主持政治局會議 在與周恩來 劉少奇 鄧小平 陳毅 面談之後 毛澤東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 照此辦理 這份直接建交方案的核心 正是周恩來提出的三點默契 在接下來的談判中 富爾再次發揮了律師本色 與中國人就三點默契的內容 自真俱拙地抠起了刺眼 在周恩來最初的口述中 第一條表述為 法國政府只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中國人民的 唯一合法政府 不再承認在台灣的 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這個富爾一看來 他說不再承認 這個意思就意味著法國方面 還需要通知台灣 我不承認你了 這樣一來又不是沒有限局條件了 他說這個局應該刪掉 在最終的訂稿中 周恩來再次變通地處理了 富爾的意見 將不再承認 換作 這就包含著這個資格不再屬於 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有趣的是 此時近乎資珠必較的富爾 在離開中國後 卻立刻忘記了這番咬文嚼字 他在承認中國一文中 只是輕巧地寫道 我們最終就一項 頗為奇特的方案達成協議 如果台灣同我們斷交 我們承諾同台灣斷交 我想我可以輕易承擔這項義務 事實上 從1963年至今的60年間 法國人從來都對 最終促成中法建交的 三點默契閉口不提 甚至戴高樂本人也強調 會談是沒有先決條件的 94年去參加這個中法建交 30多年這個國際研討會 當時法方有一個主旨發言 講到半天就沒有提這個三點默契 但是他下來以後 他查過檔案了 私下承認有三點默契 但是他這個發言裡面 他不提三點默契 這篇周恩來談話要點 還原了歷史的真相 這份以會議記錄形式 保存下來的文件 實際上正是當年 富爾中國之行的最終成果 建交協議這個也很特別 富爾他並沒有涉及權 簽證據正式的這個協議文件 這個 而是他只能是把談判的結果 向戴高樂報告 由戴高樂來拍板定案 所以總理就說 就是想出這個辦法 就是撤去這個 周恩來總理 談話要點這樣一個形式 就是全面的 準確的散明我們的立場 和這個談判的結果 這樣上他帶回去 正是在這份文件中 中法雙方達成的三點默契 第一次無可爭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一 法蘭西共和國政府 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這就自動地包含著這個資格 不再屬於在台灣的 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二 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 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三 中法建立外交關係後 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撤回他住在法國的外交代表 及其機構的情況下 法國也相應地撤回 他住在台灣的外交代表 及其機構 1963年11月2日 晚上8點30分 周恩來與富爾分別在 周恩來談話要點上鄭重簽字 儘管法國人三間其口 而事實上 在後來的建交進程中 法國人還是遵守了 白紙黑字寫下的三點默契 而就在中法達成協議的當天 毛澤東接見了富爾夫婦 1963年11月3日 毛澤東接見富爾的新聞 簡短地出現在法新社的報道中 除此之外 外界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消息 甚至在富爾訪華的15天裡 連戴高樂總統也沒有得到 從鐵幕中國反饋的絲毫信息 我們知道當時冷戰時期 兩大陣營的對抗比較激烈 而且中法都是兩個不同陣營之間 有代表性的打過 所以這種情況下 一方面其實雙方此前是有私下的接觸 當在接觸一段時期以後 時機一旦成熟 就要盡快讓這個事情能夠成為現實 否則我們知道如果這個事情拖了時間太長 或者說洩漏出去的風聲過多 那可能雙方都會面臨來自不同方面的 巨大壓力 1963年11月22日 戴高樂在愛麗舍宮接見富爾 他表示準備法中兩國相互承認 而就在此時 千里之外的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 卻響起了槍聲 美國中部時間下午13點38分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主持人 沃爾特·克朗凱特向全世界報道 肯尼迪總統逝世 消息傳到愛麗舍宮 戴高樂用兩句話結束了與富爾的會談 他打算在兩個月內 使法中之間有積極的結果 如果他與美國新總統的會談 不使他改變主意的話 他到了美國之後 其實跟約翰遠基本沒怎麼交談 所以這個事就沒怎麼談嘛 那麼回來之後我們知道 就是他大概就開始推進 就是說到 因為富爾不是作為一個正式談嘛 回去他還要再談這個 12月12日 法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 雅克·德波馬歇 到訪中國駐瑞士使館 中法建交談判正式開始 此前戴高樂曾指示 主要是確定建交程序 越簡單越好 因此德波馬歇提出 將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形式 改為發表聯合公報 北京談判是解決原則性問題 但是這個所謂原則問題 已經是在北京談判已經解決了 就是富爾訪華已經解決了 這個原則性問題 那瑞士談判只是解決程序問題 另一邊 美國人的試探也仍在繼續 1963年12月16日 美國國務卿拉斯克到訪巴黎 第二天 美國國務院放出話來 美國已得到戴高樂的保證 法國眼前沒有承認 共產黨中國的計劃 而一天之後 法新社卻對此否認 聲明法國在承認中國的問題上 保持著行動自由 如此的媒體渲染之下 中法接近的信號顯得逐漸強烈 而此時 作為整個事件核心焦點的台灣 也終於第一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1963年12月24日 蔣介石親筆致函戴高樂 要求澄清法國政府 是否真的要與中共建交 而此時 中法建交的推進工作 也在緊張地進行著 為此 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權 特地前往阿爾基利亞首都 面見周恩來總理 此時周恩來總理 正在阿爾基利亞出發 我到樓上去的時候 總理正在幫我們桌上 寫東西來 總理好幾張照片 正在總理自己的照片上簽名 送給當時的 就是阿爾基利亞的國家領導人 早在出訪前 周恩來就向李清權 批示了四種建交方案 而第四種方案尤為特別 中方同意法國提出的建交方式 即公報措辭 但中國政府將單獨發表聲明 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 唯一合法政府 與法國政府談判建交 在阿爾基利亞 周恩來對中法建交談判 確定了最終基調 他向李清權提出四個字 速決為宜 一周後 中法雙方在第四方案基礎上 達成初步共識 巴黎很快收到了 這個令人鼓舞的消息 戴高樂知道 中法建交已經為時不遠 而在此之前 他還有很多事要做 以往 1964年1月7日 法國外交部通知美駐法大使波倫 法國以原則上決定承認中國 次日白宮回應 要戴高樂將這一行動 推遲到1965年 因為眼下正適逢美國選舉年 也是在這一天 戴高樂召開內閣會議 討論中法建交 各種聲音都在瞬間爆發 主要的反對意見是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他主要覺得 跟中國建交以後 可能在內政部長會找到一些不利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捲了他 就說說 對,但是你會開出一些 diplomatic教育的 與這些人們 他們的關心 而是德國國一算很堅定 他提醒了 中國國是一、二、二、三、二、三、二 和平成、法國國 無法理解 這巨人的群人 全身都很壯壯的 這次的一種人 巴黎内阁会议上激烈的热浪还未平息 1964年1月9日 瑞士又传来了最新的消息 中法建交谈判达成协议 1月15日 法驻美大使阿尔芳奉命通知美国国务院 法国内阁已决定同中国建交 随后的两天 美法双方以召会的方式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彼此批驳 于安迅就跟议员 他们就讨论这个话题 说我们得抗议 但这个抗议不是说我抗议完了 他就会接受 但是我们抗议目的是什么 表明我们抗议了 就是说我们做个记录 就是说我们抗议了 实际上他知道法国承认中国这个事情 他是非常难以改变戴戈格勒的决定 所以这个是从阵营的角度来讲 因为戴戈格勒已经从58年上台以后 一直在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到这个时期他觉得是干预不了的 此时的台湾成为了各方角力的中心 就在美国接到法国通知的第二天 约翰逊总统便给蒋介石发去了信函 信中特别强调 台湾不要主动和法国断交 在随后的几天里 美台双方频繁互动 商讨中法建交这个突发事件 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 1964年1月19日 戴高乐总统的特使 倍智高抵达台湾 直到此时 台湾方面才正式接到 法国即将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 人家当然也很气恼了 人家很火 但是美国人已经劝他了 说不要断交 你能撑就撑 让他多撑一阵 所以他就跟大伙来回信 当然也痛臣怎么怎么样 说你我们作为伟人 应该对得起时代 然后完了之后说 你跟中共建交 你可能就会导致非洲出问题 说恳请对方说 看看能不能在意 或者不行你就缓一阵 哪怕推迟半年是吧 法国人没能给予 蒋介石希望的答案 而就在倍智高离开的三天之后 1月27日 美国中情局副局长 克莱因飞临台湾 就在克莱因抵台的当晚7点 中法建交公报 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 建交公报只有短短两句话 却是字字千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 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两国政府为此商定 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面对中法建交的继承事实 美国发出抗议 苏联保持低调 英国人则表示 要改善中英半建交的现状 法国这个时候 他又开始耍策略 2月10号 因为我们派的那个临时代办 去建使馆的人 马上就要到法国了 说他们中共的代表带了之后 他们就代表中国了 那你们的那个 你们在法国这个代表 就自动丧失这个身份了 那台湾就开始问 说那你这什么意思 你这是不是就断交了 是吧 面对中法建交的事实 蒋介石曾经结问访台的 中情局副局长克莱因 致无可忍受之实 我硬采何种办法 克莱因却只留下一句话 如果台湾与法国断交 一切后果自负 2月10日的晚上 台湾宣布与法国断交 2月11号 这个美国人就急了 说这怎么你发这声明了呢 台湾的这个叫 我叫次长 叫朱甫松 跟美国的人员就交涉 美国人就说 所以你发这声明 这形式还不太明朗 你为啥就发了呢 另外你发这声明 我们不是说你有重大事 也就要跟我商量吗 是吧 朱甫松就说 我们是有重大事跟你商量 但是也不是说 事事都要跟你商量 是吧 第二个说 你看就法国这个态度 你看前面有什么这件事 后边还有什么建决公保 后边又20号找我们 说这个法国人 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这个你还说责任不明 这就好像因为有一个人 在脸上打你耳光 脸打了好几次之后 你还说责任不明 这个不对啊 是吧 1964年2月14日 正好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二 韩风廖俏中 宋之光代理的先遣小组 一行六人 登上了从北京 金布拉格 飞抵苏黎市的航班 2月23日 法国代办沙耶 抵达北京 而这段珍贵的影响 也记录下同一天 宋之光到达巴黎的盛况 按照建交公报达成的协议 中法双方将在建交 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5月27日 法国大使吕西安佩耶 到达北京 6月2日 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振 抵达巴黎 此时 据法国每年一度的 618纪念日 已经很近了 1940年6月18日 戴高乐在伦敦发表 号召法国人民 抵抗法西斯的618召唤 24年后的6月 黄振到任中国驻法大使 618成为一个历史开局的 绝好契机 6月18日 黄振夫人朱玲 在爱丽舍宫 拜访了戴高乐夫人依逢娜 随后依逢娜前往中国使馆 回拜朱玲 6月18号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周总理 你看日历晚机 他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他见了这个朱玲同志就说 哎呀 朱玲 你现在全世界有名了 那个朱玲说 怎么了 怎么全世界有名 他说戴高乐夫人 都到你官邸去拜会 你不是全世界有名吗 我跟你说 一个拜会大使 这个总统夫人 这个本来就是不多的 这个尤其是重要的是 总统夫人去回拜 一个大使夫人 几乎是没有的 罕见的 这个也是戴高乐重视中法关系的 一种表现 这番含义丰富的夫人外交 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 而同为军人出身的黄振 也与戴高乐相处融洽 每年冬天 戴高乐都会组织各国大使 外出打猎 如黄振未能同行 爱丽舍公必定会送来一份战利品 作为新年礼物 1967年元旦 爱丽舍公举行新年招待会 戴高乐表示 将亲自过问中国使馆的管舍问题 两个月后 中国人终于拿到了 乔治武士大街11号 这栋五层小楼的钥匙 中国的外交官们 入住使馆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旗杆上升起五星红旗 在院子里面 五星红旗 在那飘的 当时我们就看 总有很多华侨到了院子里 就不往前走了 后来我们一看了什么 就向着五星红旗 三鞠躬 就在这一年的新年招待会上 伊逢娜告诉朱林 法国人有句谚语 人在进入天堂以前 应该先到中国去看看 我们夫妇很愿意访问中国 1970年春 戴高乐下野 他回到科隆贝的别墅中 开始撰写希望回忆录 戴高乐曾经计划 如果上帝假他以岁月的话 1971年的618 他要去中国 1970年11月9日 戴高乐总统去世 11月11日 北京天安门 新华门 外交部 同时下半起致癌 毛泽东主席 亲自发出宴殿 法国媒体称 这是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政治家 给予的史无前例的荣誉 在《希望回忆录》中 戴高乐曾计划 在最后一章记录他的中国之行 还准备要附上 他与毛泽东会面的照片 这最终成为无法填补的空白 不过当年两国领导人 所留下的政治遗产 直到今天 仍然是中国与法国 双边关系的基石 中华建交在当年 给我们带来非常重大的 这样的一个启示 就是它不再是以意识形态 来划分彼此阵营的方向 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的关系的60年代 我认为我们必须 我们能够认识到世界 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 只有在平和在一种极度的方向 法关系 可以这么多形容 稍微文字化一点 多云 清空热热 也不如风雨 雷电 在中国的中华 我认为是很自然的 我认为我们能够做一点点 一點點 一點點 既往既來 60年彈指一揮 當年的外交核爆炸所造成的震動 已經隨著世界格局的改變 和時間的推移 而慢慢歸於平靜 但是 中法關係的獨特歷史 塑造的獨立自主 相互理解 高瞻遠主 互利共贏的中法精神 長存至今 今天的中國與法國 業已結成全球意義的戰略夥伴關係 穩定 互惠 開拓 向上 這是雙方的訴求 也是未來的方向 潘 作詞 成功 雙方較多 Saint 做人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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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尼文作 派燊